二十年前 我与继妹同时定下轻视 她抢先选择了战功赫赫的大将军 而我便嫁给了刘家的穷书生 哪知 大将军战死沙场 继妹被囚禁折磨 而穷书生却高中状元 一路官居丞相 给我亲封告命 继策封为一品告命夫人 亲此 继妹听闻消息发了疯 趁我跪拜之际 用金赞 用金赞杀了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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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人啊 夫人 只盈啊 今天喊你过来 是给你和你妹妹寻夫家 寻夫家 我怎么回到了 魏初阁的时候 难道 我重生了 母亲这儿有两份婚书 这个是将军府谢家送来的 这个是刘家送来的 刘公子虽然是个穷书 但读书啊 颇为有天赋 前途 无量 我还是无法逃避 秦师的命人吗 娘 我要嫁刘家的穷书生 娘 我要嫁刘家的穷书生 秦师将往如要死要活 选了将军府谢家 如今怎么来抢刘家的婚书 宛如啊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别闹了 张姐 这将军府谢家 就交给你吧 众所周知 大将军 战功赫赫 在军中啊 地位极高 你娘 走得走 如若你嫁得不好 外人还以为 是我们欺负你呢 做妹妹的 只好把这极好的姻缘 让给你了 好 妹妹别后悔便是 母亲 芷茵先告退了 宛如啊 你是不是疯了呀 这国将军府送来的十个金元宝 已经是一笔不小的入目了 你怎么还这样给芷茵啊 娘 这些金面礼啊 不必稀罕 您相信我 据我所知啊 这刘家公子啊 前途无量 日后能做大官 我要是嫁给他 那可就是一品高明夫人 这未来的事情 谁说得准啊 将军府谢家 地位名身 钱财 样样都是顶好的 嫁过去啊 不仅衣食无忧 过段日子 你还能当主母 这将军府上下 还不都得听你的 将军府就是个火仇 我做梦梦见 我嫁进了将军府 谁知 我不过是打杀他义妹 他进夫妻 去了边疆 死了 将军府上下的人 都怪我 说是我害死大将军 把我关在柴房 数十年 这样的经历 我不想再经历一次啊 这做梦哪能当真啊 不行 你绝对要比芷茵嫁得好 娘小双怎么叫你 可死都不要嫁给 小军府了 娘 您就让我去刘家吧 我保证 您给我多点点嫁妆 我一定争一个 状元娘子 给您争脸面 求您了娘 我要去我就要去 不知道 这十里红妆 能不能填得了 刘家的愈合 希望你到时候 别后悔啊 小姐 你怎么知道 二小姐嫁去刘家 会后悔 那等着看好戏吧 前世 小弟差点被乱剑射伤 若不是谢大将军出手相助 小弟定死无权食 这个恩情 这一事终于可以报了 姐姐 没事 你说背到哪里了 我背到 姐姐 你我即将一同嫁人 我这个做妹妹的 还没来得及恭喜你呢 妹妹同喜 姐姐 这嫁人呢 夫家也是会看重 女方诚意的 我娘给我准备了 二十台嫁妆 让我去了刘家 也不会被看低了去 可姐姐你的嫁妆 一只手都数得过来 去了将军府 还不是让人笑掉大牙 这就不劳妹妹费心了 我心善 还是要提醒姐姐一句 这谢家上下呀 没一个好人 那谢将军 虽然战功赫赫 却是一个眼下心芒的蠢货 那谢老夫人 更是个黑心烂肺 冷漠自私的老太婆 家居这样的人家 和进入地狱 没什么区别 你打我 谢家乃忠良之家 祖孙三代战死沙场 当年匈奴烧杀抢劣 是谢绍安 代理谢家军 将他们逐出中原 没有他 也没有你今天的好日子 岂容你知会 那孩子当真是这么说的 回老夫人 句句说是 好 不愧是江家嫡长女 吩咐下去 赢取江家嫡长女的聘力 再加二十台 我要让少安 风风光光地 把她取进门 是 桃之妖妖 浊浊齐华 知子于归 宜齐世家 桃之妖妖 有焚其食 知子于归 宜齐家世 桃之妖妖 其夜珍珍 知子于归 宜齐家人 哎呀 湛湛喜喜 恭喜 湛湛喜喜啊 谢将军 谢谢 谢谢 果然 谢谢 谢谢 白花花儿的鞋子 不知道再出去多少 对呀 将军府真大喜啊 对呀 真不错啊 都是江家小姐 这二小姐 就寒酸喜怀 连赏钱都不给发 这可不是嘛 真恐人 你们几个臭要犯的 说什么呢 还想要赏钱 不好意思 江上小姐 麻烦让一下 你挡着我们夫人的聘礼了 这么多 还会吧 这 这聘礼了 江志盈 你到底用了什么手段 哄骗谢家给你彩礼 谢家向来瞧不起我们江家 他怎么可能送这么贵重的聘礼 妹妹 是后悔将谢家的姻缘绕于我了 二位姑娘 上轿了 我的将来是告密夫人 而你的将来 却是热梦了 宛如啊 这是娘给你的见面礼 你说着 这么少 算了 好歹不像上一世 家去将军府 那谢老太婆不仅没有红包 还给我立规矩 让我在大堂跪了一下 娘 地上梁 别让婉如跪太久 嗯 来 家事怎样 不正硬 刘文章现在娶的人是我 还疼我 等日后 他高中状元 又做丞相 我有的是您的怀 而他将只赢 我就等着看 谢家老太婆今天怎么整 好好好 母亲请喝茶 来来来来 快起来 乌儿快起 母亲 这太贵重了 我 安儿 不得无礼 只赢是你的妻 日后 你要好生敬她 爱她 照顾她 明白吗 嗯 这个镯子 是我嫁入谢府时 阿尔坦奶奶 带在我手上的 今日我交予你 日后 好好与阿尔过日子 早日让娘 抱上大胖孙子 母亲 儿媳明白 嗯 晚如 嫁给我 嫁给我 少你想受苦了 没有的是 你学识渊博 日后 一定可以靠去公民 为其丞相 你当真对我这么有信心 那是当人 如此温馨 这才是新婚宴 不像少年事 母亲啊 都怪夏颜兵那个贱人 还不仅新婚宴陷害我 让我独守空房 还害我被丫鬟耻笑 母亲 你一定要替我做主 把夏颜兵那个贱人 赶出将军府 夏颜兵是少安的义妹 也是救命恩人 你说赶出去就赶出去 是让天下人都 使向我将军府 忘恩乎义吗 可是 没什么可是的 三日后你自己回门 不要去请少安了 母亲 这怎么使得 我前世因此被父亲不喜 受世人嘲笑 今生 将之一 我受的委屈 这辈子一定会 一一验证在你身上 就等着你三日后 独自一人回 被世人耻笑 都这么晚了 将军怎么还不回来 不等他了 我们吹灯睡觉 小姐 这怎么能行 在这内宅之中 最有话语权的是老夫人 比起大将军的宠爱 得到老夫人的认可 更重要 所以我们吹灯睡觉吧 开门 小姐 去吧 夫君深夜来此 可有什么事 眼冰所食的糕点有毒 他吃了之后 腹泻不止 至今 昏迷不醒 夫君是怀疑 是我下的毒 我家军将军 抚不过一日 带的丫鬟 也只有还儿一个 我们二人 今天一整日 都在你和老夫人的眼皮子底下 如何再腾出时间和人手 去害夏小姐呢 你说得不错 我自然 会找人仔细调查取证 夫君 可还有事 你既然 嫁进了将军府 就得遵从将军府的规矩 第一 燕兵 与我有救命之恩 日后 不准找他麻烦 第二 在府中 不能仗势欺人 第三 本将军还没想好 日后再做补充 好 谢谢吧 夫人真厉害 昨晚少爷过来的时候还怒气冲冲的 没想到竟然会留宿在这儿 不止呢 送聘礼的时候 老夫人亲自发话 说要多送二十台 封光允许夫人呢 那看来 日后 我们要好生伺候夫人了 就是就是 黄儿 你把这些钱 赏给府上的下人们 昨晚他们守夜辛苦了 天冷了 让他们自己置办点衣物 嗯 这个是醒酒汤 父亲要喝吗 谢谢 夫君 我们一同去给母亲请早安吧 嗯 那走吧 哎 等一下 我听说 夏小姐是夫君的义妹 曾经救过夫君的性命 她住的院子会不会有些小 要不要我去派人 给她换一个大一点的院子 再添些东西 也算是 我们对夏小姐的重视了 这女人如此是大了 没闹着让我把燕冰送出府 还想着给她换院子 看来 昨晚燕冰的事 确实有误会 嗯 你看着办吧 过几日回门 你想准备一些什么东西 直接吩咐夏人置办 到时候 直接送你家去 给母亲请安 子盈啊 来 坐娘身边来 来来来 母亲 我呢 你呀 你都成家了 还没个正性 子盈啊 你加入我将军府 府里的一切都交于你达理 还有少安 也要拜托你多照顾 夫君年少有为 年纪轻轻就战功卓越 能嫁与她 是指引的幸福 少安 过两日就是指引回门的日子 我准备了一些厚礼 带过去给亲家 另外 你自己要多准备一份啊 风风光光地给指引回门 知道吗 明白 爹 娘 我们回来了 爹 娘 这是我和文赵 在路上 给你们买的一些礼物 娘 你不是最喜欢吃 晨曦那家点心铺的点心吗 文赵啊 一大早就去买了 你们有心了 下次别带了 我们江家 虽然不是什么高门大 但也不缺少这一两银子的点心 父亲说的是 没关系 眼下的窘迫只是暂时的 等文赵中了状元 做了宰相 到时候谁敢小瞧 今天要丢人的 是江芷营 姐姐还没回来 还没呢 应该快到了吧 娘 我跟你说 待会江芷营肯定是一个人回来的 谢树安才不会陪她回来呢 到时候 我要狠狠嘲笑她一番 老爷夫人 大小姐回门了 娘 姐姐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穿得还这般 朴素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是被傅家修了 回娘家 求庇护呢 爹 女儿回门 见过父亲 绍安他等会儿 绍安怎么没和你一同回来 你是想让街坊邻居看咱们江家的笑话吗 父亲 姐姐一个人回来 已经够难过的了 您就别再责备她了 我就是要骂醒她 你定是在将军府惹了业气 当初就该让你妹妹嫁入将军府 说不定如今还能帮衬着江家 哪像你 独自一个人为怨 把我江家的脸都丢尽了 不是我说你啊 姐姐 姐夫人没回来就算了 总得礼仪周全 带些礼回来吧 你这两手空空的 不知道啊 是他们将军府瞧不上咱们江家 不给你带礼物呢 还是姐姐以为自己嫁进了将军府 攀了高枝 就不愿意和咱们娘家维护好关系 这要是我们婉儒嫁过来啊 不要说是陪她回门了 这回门礼啊 都得摆满院子了 既然如此 你回去吧 我江家也容不得你 老爷 老爷 江家方向来了好多人 都还抬着箱子呢 我当什么事呢 这有什么当 指不定是附近哪个贵妇 出嫁的女儿 回门带着后礼 不像某些人 夫君没跟着回来就算了 连礼都不带 二小姐还是谨言慎行的好 你怎么知道那礼物 就不是送来江家的 怎么就不能是我们夫人的回门礼呢 我们夫人啊 可得谢老夫人的喜欢了 祖传的手镯 当天就戴在我们夫人手上 这次回来 也是谢将军要求一同回来 还让我们夫人啊 想戴多少礼 就戴多少礼 王儒 江芷英 你敢打我 我弄死你 你 你 你算个什么东西 本将军 你就敢做 以后若想教训谁 直接吩咐下人动手就行 将军府的人 也不是白吃饭的 让夫君为止音担心了 你居然来了 不可能 为什么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 父亲 这是绍安和老夫人 准备的回门礼 这一定是空箱子 一定是空箱子 都是空箱子 父亲 谢家上来 与我们将家不合 怎么可能 带这么多回礼 凶有胡说 爹 那一定都是空箱子 谢家那老太婆 下来一毛不拔 是不是空的 打开看一看 我就知道了 将军府 太客气了 我们没别的意思 只是请看看 如果 少安娜 站了半天了 累了吗 快请坐 紫英 快坐 不可能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为什么不一样 向紫英 你到底用了什么手段 你到底做了什么 偏心少安陪你回门 还让谢老太太 送了你这么多聘礼 你到底做了什么 江宛如 你在干什么 你疯了吗 别跟我惹事行不行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你不该这样的 你应该无论对错 都不让我受委屈的 将军 夫人 宛如她可能是 昨日没有休息好 所以情绪不佳 我替她向将军 夫人 赔个不是 管好你的人 若是还有下次 冲撞本将军的夫人 本将军 绝不会罢休 是 来来来 少安娜 来了半天了 已经口干舌燥了吧 这可是我压箱底的 雨前龙井 你们喝 你们喝 娘子 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好啊 你若是惹闹了谢少安 将军府位高权重 你也逃不逃好骨子湿是不是 但你放心啊 若是只有那么一天 我一定拼了命地护着你 就算与她为敌 我也在所不惜 别生气了 文赵 我知道 你是对我好的 刚刚 是我误会你了 爹 你也给文赵倒一杯啊 我们来这么久 也不说让我们喝一杯 这雨前龙井 金贵得很 没那么多招待人 你们俩 就喝那桌上的菊花茶吧 也能解渴 这谢少安 不就是仗着有将军府撑腰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们文赵啊 如今已过相识 只等来年二月 在春围上大放异彩 获得状元 得皇上青睐 这雨前龙井啊 还不是要多少 就有多少 状元 上一世 若不是刘老先生吸心教导 怕刘文赵怎么能高中撞你 宛如 你说得对 等我考取功名 就不会有人再如此对待我们 岳父大人 我看这天色已经很晚了 我和宛如就先行一步 我回去还要继续问书呢 好好好 读书人嘛 勤奋一点是好事 听说你如今相识已过 有前途啊 来年二月 就参加春围了吧 都准备好了吗 胡岳父大人 小旭最近一直在挑灯夜读 哦 对了 不知岳父大人可认识柳传义 刘老先生 柳传义 谁啊 他有名吗 岳父大人 小旭虽然说已经准备得很充分 但是如果能够得到刘老先生的教导 那么状元之位一定非小旭莫属 到时候您府上两位姑爷 一位是大将军 一位是状元 一文一武 到时候 朝堂之上得有多少人羡慕您呢 你说的那个柳传义 可是当年厌倦官场 去山中隐居的柳太夫 正是 我当年确实与那柳太夫打过交道 但是我们的交情并不深 他在朝中是出了名的古怪脾气 你若要想请他出山 怕是不太容易啊 是很不容易啊 夫人 你已经连续三日跪在这大雪之中 这天气恶寒 再这么跪下去 您的腿就废了 先生说的不见客 就不会再出现 您再这样跪下去 也还是一样的情况 起来吧 老夫 已闭市多年 期间有不少达官显贵 想以高额的报酬 请我下山 但都被我一一拒之门外 你是唯一一个 少有的悲剧之后 依然坚持不懈地 来拜访我这糟老头子的人 看在你一片赤裳之心 为父求学的份上 我就随你下山吧 那柳传言有什么了不起的 架子那么大 让他来指点文照呀 是看得起他 白俭这么一个状元弟子 他还不乐意了 我们文照啊 这么厉害 自己也是能考上状元的 你笑什么 没什么 就是替妹妹高兴 恭喜妹妹 要提前当上状元夫人 届时 记得请我和将军 喝喜酒啊 夫君 天色不早了 我们也走吧 在这里吃过晚饭吧 不了 父亲 将军还有事 我们就先走了 我送送你们 请 江志英 你等着 等柯举放宝那日 我赢你把喜帖 扔到你脸上 夫人 我有点好奇啊 你是怎么笃定 这个刘文照考不上状元的 你是怎么笃定 这个刘文照考不上状元的 夫君这是何意 芷英从未说过 他一定考不上 刘文照此人 是有些读书天赋在的 不然也不会年纪轻轻 就中了近视 只不过 他缺乏意义 和举一反三的能力 读书时 需要有贤妻在旁督促 有名师为他指定 不然 很难成事 这么听来 夫人好像 很了解这位 妹夫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今天回门 应该是你 第一次见她吧 一时疏忽多嘴了 这么说来 我也差点忘了 夫人第一天嫁进谢家 你已经知道 义妹住在我府中 也知道义妹的院子 住得有点偏 这是我们 谢家的家事 你一位新妇 又是如何得知的 娘 你都不知道 谢少安那个义妹 居然想提出 搬到主院来住 谢少安居然还答应了 她不过就是 救了她一命吗 现在 都气到我这个正气 头上来了 其佑自立 当初 就是听到了江婉如说 这位义妹 最后会住到主院 我才想着主动提出 给她换个好院子 这样还能卖谢少安一个好 谁能想到 芷盈之所以知道 是因为在归中时 听到其他夫人提起过 夏小姐寄人篱下 而且又是夫君的义妹 那便是芷盈的义妹 所以才想出 为她换个院子 让她住得舒服些 好 原来如此 那是夫人有心了 能为夫君分忧 是芷盈的本分 姜婉如 你之后可不可以 不要乱说话 我乱说话 我说错什么了吗 那柳传义 身无半点官职傍身 他就一切平民啊 摆什么臭架子 你未来可是状元老 他哪里能指点你啊 你懂什么 那刘老先生 可是皇上钦点的太傅 专门为那些皇子们 上课的 朝中那些 但凡叫得上名字的文官 哪一个没有说过 刘老太傅的指点 你竟然如此出言不讯 若是被外人知道 岂非笑掉大牙 你竟然如此出言不讯 若是被外人知道 岂非笑掉大牙 文章 别生气嘛 我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乱说话了 宛如 我也是内心太过尊敬师长 所以一时没有控制住脾气 没吓着你吧 我没事的 你如此尊士重道 可真有状元老的风采 宛如 你父亲和刘老前生有些交情 你能找个机会请他下山吗 如果能得到他的指点 我一定能考中状元 到时候 你可就是状元夫人了 可是 你们不是说这刘老先生很难请吗 已经很多年不出山了 我去 只怕也没用啊 你 你不去试试怎么知道呢 对吧 好吧好吧 那我去试试看 我 我要是请不过来 你可别怪我 真是不明白文赵在担心什么 前世我也没听说过他请什么老师 不一样靠自己考中了状元 唉 还应当相信自己实力的 恭喜刘兄 提的今年新榜状元之名 刘兄年纪轻轻便有这般成就 前途不可限量啊 在下听闻 刘兄身受柳传义老先生真传 才登顶状元 刘老先生果真厉害 嗯 什么刘老先生啊 我能登顶状元 全凭我自己的努力 这才过了几天呢 就有人打着本状元的名号 招摇撞骗了 什么 这柳传义就是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亏我还以为他是君子 真是有辱文人使节 他这么多年没有下山 竟突然成了您的老师 原来是为了名气而故意为之 真是无耻 是啊 太无耻了 和名掉月 是啊 是啊 她竟敢如此见到黑白 厚颜无耻 咱俊 零文章 丑 江芷盈 江芷盈 父亲深夜不睡 有何事啊 江芷盈 你好大的胆子 大半夜的 睡梦中喊着妹夫的名字 你让为父亲和一看 我没有 没有 是为父平时没有满足你是吗 才导致你在半夜喊别人的名字 既然你如此之影 好 那今天为父就满足你 干什么 将军 夏小姐院子里派人来说 夏小姐身体不适请您过去看看 将军 她深夜来找你肯定有急事 要不你先去 将军将军 夏小姐疼得喝不进去药了 请您快过去看看 马上来 这笔账 晚点才跟你算 徒流星上 无处追 夫人 那夏小姐定是故意的 她这个月已经身体不适好几回了 将军又不是大夫 把将军叫过去干什么呀 华儿 谨言甚行 让人去给将军煮碗养生粥送过去 哦 对了 给夏小姐煮一碗吧 是 旨言当真没闹 对 老夫人 少夫人 时间不早了 该用晚上啊 芷盈啊 时候不早了 今天就到这儿吧 辛苦你了 母亲不嫌弃芷盈愿 愿意亲自教导 芷盈高兴还来不及呢 辛苦 这点苦 跟前世陪着刘温赵通宵达灯的苦毒比起来 真的不算什么 这个时候 姜宛如应该就在陪着她苦毒吧 就是不知道 她能坚持到几时 你可不可以不要在我面前打哈欠 我本来已经很困了 想睡自己回房睡 不行 我就要陪着你 不行了 我就 眯一会儿 一束香的时间 你一会儿应该不影响吧 嗯 闻赵 怎么能睡着了呀 春围在即 虽说你一定能考上状元 但 也不能在此刻放松警惕啊 要不是你影响我 我哪里会一觉不起 当五读书啊 宛如啊 你打算什么时候 去请刘老先生 我今天去吧 真的 嗯 宛如啊 能娶到你真是我三生有幸啊 不过你放心 等我高中状元 就像皇上为您请逢 一品告命夫人 到时候就算是你第一姐 也得向你行礼 闻赵 能嫁给你 我也是三生有幸 你安心在家读书 我现在就去请 嗯 好 哎 夫人 请你拿着东西回去吧 刘老先生不见客 你到底有没有如实告知我的身份 我已经向刘老先生如实禀报 但刘老先生说了 无论何人 他都不见 柳传言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啊 一个未来状元娘子亲自登门办法 你居然闭门不见 真是给脸不要脸 你 这位夫人 还望您不要出言不逊 柳传言 你现在就给我下山 指点我夫君 之前发生的一切 我都既往不咎 不然啊 等我夫君成了状元 当了官 就派人拆了你们这里啊 你个无理的婆妇 之前我还见你是个近视娘子 可如今一看 你家夫君能娶你这种夫人 看来也见不得是什么君子 来人 把他给我拉走 免着打扰到先生 清静 放开我 我们这里不欢迎你 带死东西 赶紧滚 你们给我等着 等我夫君当了状元 干了官 我就派人 拆了你们这破窝 谁 谁稀罕 夫人 您听说了吗 二小姐啊 上山去请刘老先生 没想到口出狂言 把人给得罪了 最后啊 还被赶下了山 他能做出此事 也属正常 告诉府里的下人 切勿再议论了 是 夫人 你一会儿 将这双鞋垫 送去给刘老先生 你务必亲自送上去 夫人 为什么要给刘老先生 送鞋垫呀 因为有些恩情 我终究是还不清了 只能通过鞋垫 来聊表心意了 刘传义你个伪君子 屏时装得高风亮节的 竟然跑过来蹭赵鞋垫的名下 你这老不死的 看我不拆了你这 装模作业的老婆房子 老师 都怪我 都不甘请你下舍 让你好心灵性 交出一个白眼狼来 孩子 这事 远不得你 我也不怪文朝 作为毒手 传道 手艳 解惑 我 无怨无悔 只是 我这一生 最对不起的 是我的母亲 老师 真是 当年 我加清 苹果 母亲 高卖销便 古读书 以至于 在他走的时候 还在给我 休息点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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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到一半 就 杂少认 花了 一块口中 一块口中 伤人的笑 都没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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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哭了 谁欺负你了 你怎么哭了 谁欺负你了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他哭得这么凶 难道是因为我前几次丢下他去看了下燕兵 他表面不舒 实则在背后偷偷难过 夫人 你别哭了 我找燕兵绝对不是男女之事 是因为他说有生意让我做 我当时 夫人 这是先生留给你的手机 这些都是先生一辈子的心血 许多达官显贵上门求去 先生一卷都不肯给 一直都说是留给你的 我快对先生的恩情 夫人 莫要忘此斐薄了 先生这一辈子 教导了这么多学生 虽然您是女子 也不曾真正地搬入他门下 但是先生曾经说过 您是最有天赋且勤勉的 只是 先生他一直有一个心愿 他这一辈子无儿无女 父亲 女儿来送你最后一程 好了好了 夫人别哭了 别哭了 我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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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消消气 好了好了 我不说了 我不说了 夫人 少夫人被少爷和夏小姐气哭了 这次是少安做得太过分了 他整日往夏宴边那边跑 将指引这个正妻置于何地 他整天去夏宴边那里 都做些什么 你如实给我说来 夏小姐那边的丫鬟 每次叫少爷 都说夏小姐身体不适 等少爷去了之后 他又捣咕些 稀奇古怪的玩意儿 留下少爷 夏小姐点字多 他说 他最近还想开什么 火锅店 真是胡闹 你派人通知管家 这个月夏宴边的阅历减半 就当是敲打警告了 身体不适 就待在自己的院子里 好好休息 没有我的命令 任何人不准探望 是 湘芷营 你们实在后院的女人 果然个个都是心机表 小姐心动 你 哼 兰箱 你跪什么 就不关你的事 起来 说过多少遍了 在我这里人人平等 以后不许随便下跪 听到没有 王夫人 将军 少夫人 这是因为忧思过度 发烧病倒了 有劳大夫了 少安 你这次做得太过分了 这几日 你就给我好好地在家 天生照顾纸婴 不准你再往 夏宴兵的院子里跑了 如果你再将纸婴祈祷 我立马派人 将夏宴兵送去乡下的庄子 我将军府收留他 可不是让他来欺负主母的 你说说你 有哪个妻子 愿意看到自己的丈夫 整日跑到别的女人屋里 指引他不主动跟你说 不是他不在乎 那是他十大体啊 他知道夏宴兵对你有救命之恩 如果他拦下你 会让你架在中间难做 这么简单的道理 你都不知道啊 没想到我在纸婴的心中 竟如此重要 母亲 儿子知道错了 儿子一定 切身照顾好纸婴 直到他痊愈为止 老夫人 少夫人的药间好了 花儿 给我吧 你先下去吧 既然如此 你就好好喂止盈吃药 我就先回去了 唉 我还是试着 真的 这一条 我开始 点出 这一条 这一条 我自己一条 你 还买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拍把冰情过给夫君 是吗 夫人不说我还差点忘了 既然夫人如此深情于我 为何还在睡梦中 大喊妹夫的名字 那是因为我做梦梦到刘文正 他说你是一介五夫 我气不过我就与他 那是我误会你了 没想到夫人如此维护我 不过夫人不用担心 他们在背后说我粗人 说我莽浮 我早已习惯 等将军从来都不多在意 将军 夫人该喝药了 进来 想和你一起 不知白愁 夫人 就把药给吃了 好好休息 嗯 等我忙完回来 再陪你用晚膳 嗯 喂夫人吃药 是 夫人 夫人 相聚对您可真好 不像二小姐 我听丫鬟们说 二姑也在家 跟二小姐发了好大的脾气 在家里砸东西呢 街坊邻居啊 都知道 嗯 我做错什么了 你居然打我 你 你你你 你还不知道是为什么吗 你能是去请人吗 你能是得罪人 本来就是那姓柳的 不识好歹 况且得罪了 就得罪了吗 你这么有本事 不差他一个先生教 刘老先生 虽然无关无局 但他可是 天下读书人的典范 你得罪了他 相当于得罪了 天下的文人莫克 我的名上 都被你搞臭了 这么严重吗 何止 就算我日后中了状元 也得带着污点去面上 文账 我知道错了 我不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 我明天 再去好好找刘老先生 我们江家 多少跟他有点交情 我跟他好好道歉 文账 本来今晚我告诉你 我是想来跟你说 我有喜了 宛如 你说的是真的吗 我怎么会拿这种事情 开玩笑 宛如 对不起啊 我不该想此事迁怒于你的 你也知道 我多希望能够靠中状元 让你不用跟着我受苦 要怪 就怪柳传仪那个老东西 里面跟岳父大人是旧时 却半点面子都不愿意给 他如此心高气傲 也不会落得什么好下场 就是 都怪你个老不死的 文账 等你中了状元 当了丞相 一定要派人拆了他那个茅草屋 救赎他一件庶民 以下犯上 给他关键死了 夫人 您听说了吗 今日二小姐上山 去找柳先生道歉 但她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 没有半点要道歉的意思 这是去找事的 你说什么 算算时间 前世这会儿先生已必入高火 她的身体不能再动气 不行 我得去看看 环儿 叫上阿庄 跟我去一趟 夫人 你的身子还未痊愈 可不能再受防寒了 刘老先生 我都说了 之前的事啊 就是个误会 你为什么不能原谅我呢 来人 把这位夫人扶起来 刘老先生 你若是不原谅我 那我就不起来 刘老先生 你不是将来自喜西台的吗 我父亲如今的前程啊 可都被你毁了 你不能如此狠心啊 那是未来的状元朗 如果因为这件事情影响了入室 可是我肠衣大损失啊 我的肚子 我的肚子好痛啊 刘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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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孩子 夫人 你先起来 这地上的羊 广圣 赶紧去找个大夫 给夫人看一下 快点 快去快去 刘老先生 你能不计前嫌的 去教导我夫君吗 他真的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 他如果能成为状元 你也可以名垂千世啊 刘老先生 夫人 你先起来 这伤着孩子 我的罪过就大了 你若是不答应我 那就是不肯原谅我 我因此失去了 父亲的信任 还不如带着我这位 出世的孩子 一死了之 一死谢罪 先生 可不能信他呀 他这明显是在隐蔽 想问我们呢 这怎么办呢 哎呀 我的肚子好痛啊 好难受啊 把他给我带上马车 除了事我负责 是夫人 哎呦 把他给我带上马车 除了事我负责 是夫人 江直央 你来干什么 姜宛如 如果你要撒谎打滚的话 就滚回你的刘家 不要在这里丢人现 你个贱人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等船艺跟你非亲非故的 哼 我知道了 你一定是嫉妒我 即将成为状元娘子了吧 这刘家真是倒了八倍的血眉 居然娶了这么个粗俗的泼妇 不是一家人 不仅一家门 下中夫人这一代 他刘文照 还弄是什么好东西啊 江直央 如果敢让你这些个下人碰我 你 娃儿 把他给我带上马车 刘文章要是找事 就让他来京剧府找我 刘先生 不好意思 只能带他向您赔罪 多谢夫人 出手相助 若今天不是你 我们家先生的名声 就要被那个托夫 给败坏了 是你 小树桐 你还记得我 先生 就是这位夫人 给您送的鞋垫 多谢夫人 夫人 说来唐土 你我是否在何处见过 竟然如此的熟悉 可能直营 长得像你某位故人吧 先生 不如请夫人进屋歇息 坐下来聊 夫人 里面请 夫人 请坐 请坐 老当义壮 宁以白首之心 穷且意见 不醉 青云之指 夫人 读过书 读过一些 还是您前世教导的旨意 老当义壮 宁以白首之心 穷且意见 不醉 青云之志 温赵 刚才读的 你可知是何意吗 呃 意思是 是 这两句的意思应该是 一个人 他虽然年纪老去 但是志气应当更胜 虽然白了头发 但是不能忘记初心 静云虽然困苦 但是意志应该更加坚定 遇到任何事 都不能放弃自己的志向 对 好 好 好啊 这世人都说 女子 无才便是德 老夫却觉得 那皆是谬问 柳经诸书 教的人正姓名善 其身修家之礼 谁说的 只有男子才能来学习啊 志盈 从今天起 你就跟着老夫 读一读这圣贤书 不为功名利路 只为明理通道 那夫人 你可知道 你刚才读的那几句 是什么意思吗 这两句话的意思是 一个人朗了 稚气 应当更胜 不能因为白了头发 而改变初心 静云虽然困苦 但意志应该更加坚定 无言无悔 任何时候 都不能改变自己的志向 好 好啊 这世人都说 女子无才便是德 老夫却觉得 这些都是谬论 刘老先生 志盈还有事 就先走一步 改日再来拜访您 老先生 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这女儿 是个读书的好苗子呀 先生 您不是一直想知道 这位夫人 为何要送您鞋帘吗 您刚刚怎么没有问她 她不愿意说 老夫 便不问了 我总觉得 跟她似曾相语 可是 怎么也想不起 在何处见过 你说 我要收她为徒 如何呀 说 这不是刘大状元吗 什么圣贤叔 给您亲自来买 像他这种品行败坏之一 就根本不配来参加春闻 刘老先生身体不适 不愿下山 这人竟教唆 怀有身孕的妻子 到刘老先生家门前 撒泼打鼓 以人命之妖心 真是可耻 刘文正 你简直是丢我们 读书人的脸 连自己的妻子都能利用 你以为那小人 有什么区别 闻人之耻 闻人之耻 怎么会有你这样的 闻人之耻 丢人现眼 闻人之耻 闻人之耻 丢人现眼 闻人之耻 你可算回来了 亲眼江指引那个贱人 闻正 你怎么不理我呀 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我怎么就娶了你 这个老不死的 不愿下山支颠位就罢了 竟然教唆那些蠢才 坏我名声 如此 老便自己搞 今日嘲笑 讥讽我之人 挨着我 叮当狠狠 打你们的脸 宛如 宴中午末了 你快些起来 给我演磨 夫君 我怀孕 恶心得厉害 什么都吃不下 实在起不来 矫情 小婉如 我饿了 今日怎么还未去做饭啊 夫君 我缘分大了 小婧 今日 姜宛如 又没给你准备吃食吧 还躺着呢 乔警 当初就不该让你娶她 还以为自己是什么大小姐 一点用都没有 要不是看在 她给我们传宗接代的份上 我早就让你修了她 娘 别生气 别生气 当初就应该让你 去江家敌掌女 江芷盈的 沐浴成招 将不必自责 温赵啊 你是不知道 这大半年 你闷头苦读 不问世事 那刘老先生已经下山 亲自认了江芷盈 为关门弟子 他不是个女子吗 怎么能 刘老先生说了 这读书之事不分男女 温赵啊 江宛如 好歹也是江芷盈的妹 你让她多去将军府 走动走动 至少找机会 让刘老先生给你证明呢 可是 儿啊 读书人的名声最重要啊 还有两个月就要考试了 到时候 你不能声名尽悔地去面圣吧 娘 你说得对 来 我稍后就让她去 江宛如 今日你去一趟将军府 和你姐姐求求情 她现在已经是 刘老先生的关门弟子了 让她请刘老先生出面 帮我证明 应该没问题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江指引成了 刘老先生的关门弟子 还是刘老先生 亲自上门收的图 说你姐姐很有读书天赋 什么都不收 只求师徒一元 怎么可能 会不会是谣传 谣传 自从你姐姐 拜入刘老先生门下 将军府的门槛 都要被人踏破了 之前还有人私底下说 将军府都是一群 梅文化的大老粗 现如今呢 谁不夸谢绍安 她娶了位贤妻 日后子嗣 必定文武双全 怎么会这样 万如啊 你可不能选你姐姐 成日里在房中 抱着树傻毒 这女工也不做 琴也不谈 俗话说得好 女子无才便是德 读书考学 都是男人的事情 你要做的 就是伺候未来的夫君 其他的事 你该无用 放心啊娘 这些我都知道的 世人皆道 女子无才便是德 难道都错了吗 哼 女子无才便是德 你就是读书 读得太少了 才竟敢一些蠢事 将我也连累至此 你今日便去将军府 好好给你姐姐 陪礼道歉 让刘朗先生过来 为我证明 为什么要让我 给他道歉啊 要不是江志盈拦着 那姓柳达 一定能答应来教导你 这事本来就不怪我 都是江志盈的错 你不去 以后就别出这个门 以后我也不会再来看你 夫人 二小姐求见 江志盈 看到我现在这样 你是不是特别高兴 你是不是 心里早就想着看我笑话 如今看我这么惨 你满意了 江宛如 你如今这般坏了名声 让家里未出阁的妹妹们 婚嫁难谈 贱人 你凭什么教我做事 少得这侠心心 你算什么贡心 江宛如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 敢动我的夫人 就不是擦破层皮那么简单 少得主 你敢伤快 将军将军 将军 我们夏小姐研究的火锅成了 将军将军 将军 我们夏小姐研究的火锅成了 她说这个指定能给我们赚大把的银子 让奴婢叫您去看看呢 此话道真 千真万确 夏小姐将烤盘放在无盐煤上 汤底一直是煮开的状态 想吃什么就放了什么 味道特别的鲜美 这个火锅是独一份的 必定能吸引京城各个险贵前来消费 到时候咱们一定能赚个盆满钵满 将军 你就快去看看吧 只要 对不起 我本来过来要陪你用膳的 但我现在 无不要过去验兵那边一趟 江宛如 我再次警告你 再敢动我的夫人一根毫毛 小心我斩断你的爪子 这笔账 我往后再跟你算 夫人 我先过去了 嗯 江只要 还以为你在将军府过得多好呢 看来 也不过如此 夏宴斌那个贱人 随便一个破烂借口 就把将军哄走了 守火寡的滋味 不好受吧 你别胡说 将军对夫人是极好的 夫人生病了 将军也会亲自喂药 彻夜守着 每天下朝 将军一定会陪夫人用膳 夏小姐 不过是将军的义妹 根本影响不了将军和夫人的感情 得饿吧 江只赢啊 摆在你面前的路 只有两条 要么 要么 悲愤之下杀了夏宴斌那个贱人 被老太婆囚禁终身 要么 就等着被谢烧安咽起 守一辈子活垮 江只赢 我等着你这一天 我不好过 你也别想活得舒心 夫人 这二小姐的心思 怎能如此地怠毒 你一再地对她忍让 她非但不知手脸 还蹬鼻子上脸地诅咒你 真是活该被二姑爷打 还有那个夏小姐 老夫人都已经警告她多少回了 她怎么还敢叫将军过去 这将军也是 明明她自己已经答应好了老夫人 再也不去夏小姐的院子 这才过了多少天呀 她又去 什么水锅火锅的 我从未听说过 一看 就是哄男人的借口 我看 未必是借口 夫人 你怎么还替她说话呀 华儿 我还没有见过这位夏小姐 这次 你正好带我去看看吧 夫人 这火锅味道 闻起来还真挺香的 吃点这个 夫人 你怎么来了 我跟燕冰只是在研究这个火锅 没有干别的事情 夏小姐 我们家夫人可是这将军府的当家主母 你竟敢不向我们家夫人行礼 还有没有办点规矩啊 夫人不要见怪啊 少安哥哥知道的 我院子里呢 向来不讲究这些繁文入节 这丫鬟小丝们呢 也从来不用对我行礼下跪的 在我这里 人人平等 他们日常用膳都是与我同坐一桌的 你 你这也太没规矩了 成何体统 我说是 夏小姐赤子之心 着实可爱 要不也帮我盛一碗 这个叫做火锅的东西吧 我想看看让夫君惦记这么久的东西 到底是何等美味 来 我来吧 夫人 我来给你撑 你先试一下 这是火锅的底料 怎么样 嗯 着实美味 少安哥哥 既然夫人也觉得好吃 不如我们早日盘几家店面 开始营业吧 这个 得问我家夫人 毕竟将军府的银钱 都是我夫人在掌管的 古代的女人不都是在家相夫教子吗 她没有收入 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权力在家管钱 原以为搞定谢少安就行 现在怎么还要说服这个姜指引啊 她肯定早就看我不顺眼 又怎么会帮我出钱开店呢 好啊 需要多少银子 夫人 这是让我开火锅店 你没再哄我吧 我哄你做事 华儿 去把我得力的掌柜叫过来 让她和夏小姐合计一下 前妻的投入需要多少银钱 直接去账房积取便是 是 夫人 夫人 我能娶到你 真的是三生有幸 你不知道 验兵之前 也研究出来不少 有意思的吃食用品 但是 都被母亲 给驳回了 其实 这个火锅 它还有辣 还有不辣的 而且我跟你说啊 小姐 怎么和我们当初想的不太一样啊 原本想着 他会当面反驳将军 让将军失了颜面 如此将军定不起他 时间一尝 休了他以为可知 可如今看来 他们俩人的关系 好像更胜从前了 真是小瞧他了 小姐息怒 您这么有才 等火锅殿开了 为将军府 赚了大把的银子 将军一定会娶你的 山安哥哥娶我 那是肯定的 我手里可是有不少 足以让谢家 富可敌国的好东西 我不相信 他们不会动心 当然 山安哥哥要是娶我 那就必须先 把江志盈给休了 我可不会 跟别的女人 共事一福 将军 这些银子你拿着 如果不够 再同我讲 谢谢夫人 过几天 等火锅殿赚了钱 我一定让人 给你做一个 金丝白玉的头面 在嵌上 珍珠与宝石 才能配得上你 夫人的好意 只赢心灵了 但是 只赢不能要 如果真赚了银子 夫人自己留着吧 我知道你有大用 夫人 你怎么知道 我有大用 夫人 你是我朝大将军 随着你征战沙场 马哥果实的战事 不计其数 但朝廷给的军饷 却是杯水车薪 如今 邻国大战在即 我知道 你为了银子 愁得整夜都睡不着觉 作为你的枕边人 我又如何不知 何况 你前世落得如此下场 也都是银子惹落 朝廷可口君相 在冬天的打仗 千伤按死的时 就是穿着一件难衣啊 生死凉漫漫 这回还可叫人断肠 还有这些 是近日来家中产业赚的钱 还有一部分 是我能折现的 自己的嫁妆换来的 我知道不够 但是 必要时候 可解夫君的燃眉之急 夫人 你居然 这么懂我 夫人 你也知道 我只是一个粗人 不会说好听的话 但我会向你保证 只要我谢绍安 有一天活着 我就会用我的生命 去保护你 不会让你受半天委屈 等我打完身仗回来 我就向圣上 清风你为 告命夫人 好 好 地打 一点一点击穿 我的装傻 地打 大是我的挣扎 如果我也能够 和你肩并肩到黑夜尽头 如果我也能够 以我致命守候 如果我也能够牵手 才敢看清你眼眸 若我能够说出口 想和你一起 不知白愁 夫人 夏小姐做的火锅 虽然味道不错 但她也没开过店呀 淫头了那么多银票 万一亏了 所以我派王掌柜跟着 让她全权负责 盯着火锅店 王掌柜是个老掌柜 经验丰富 出不了大叉子 如此一来 若是能赚到银子 你也有余钱为老夫人 办一场风风光光的 五十岁寿宴了 老夫人生辰 是否还有三月有余 是的 跟春围一前一后 说起春围 我就想到二小姐 那副得意嚣张的模样 我倒要看看 二姑也能不能中状元 毕竟二小姐可是放了话的 说到时候 要邀请您 去参加状元郎的穷林宴 考得上考不上 到时候自然揭晓 门框那里 别给我擦干净 别给我偷懒 我不是说过吗 擦地要跪着擦 你敢不听我的 夫人饶命 奴婢一定擦干净 本夫人今天心情好 就不合你计较 再有下次 看我的争议 啊 你 去给我把九楼 最好的厨子请来 我夫君即将高中状元 穷林宴 必须办得风风光光 是 你们 都给我仔细点 若出了什么差错 把你们 统统给卖进窑子 江婉如 你这又是在做什么 文赵 我这是在为你准备 穷林宴呢 这件事这么重要 必须得早做准备 这样就不会在 放宝报喜的时候 手忙脚烂了 穷林宴 你搞得如此隆重 若到时我没考中 怎么办 怎么可能考不中 文赵 你就是太紧张了 我之前啊 做梦梦到过 不仅当了状元 还成了丞相 我的梦 可是一项很准的 那你搞这么个阵仗 得花不少银亮吧 家中哪有那么多 钱财置办 银子方面 夫君无需担心 就用我的嫁妆来打点吧 能为你做事 我都心甘情愿 穷林宴如此重要 必须办得风风光光 让那些瞧不起咱们的人 好好看看 宛如 文赵 芷营那边 我也会多多走动 跟她打好关系 等时间久了 不怕见不到刘老先生 这样就能为你证明了 宛如 娶妻当如此呀 你为我做的 我都记在心里 之前兄弟 是我的错 你也知道 我独出压力大 总是控制不住脾气 以后我保证 一定对你好 文赵 我就知道 你是爱我的 父亲之间 哪有不吵架的 之前过去的事情 就让他过去吧 只要你能当上丞相 我为你做什么都愿意 好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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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二小姐送来的 琼琳宴情帖 不是还有两日才放榜吗 结果还未出 她为何要提前 举办琼宴 二小姐十分自信 似乎堵定二姑爷 就一定能靠上 现在啊 这情帖已经送得满京城了 满京城 满京城 是啊 二小姐这番操作 可真是闻所未闻 要是二姑爷没考上 那岂不是丢脸 丢得满京城 人静皆知 这秦帖 你先帮我收起来 既然他请我 那我一定会按时到场 夫君慢用 恭喜刘兄 即将高中状元 日后在朝堂 还望你多多指点 万兄客气 刘某一介新人 日后还要仰仗万兄才是 刘壮元年纪轻轻 就能有如此成就 前途不可限量啊 王上数能来 真是令寒舍 横臂生辉啊 请 来 各位 来 恭喜恭喜啊 刘夫人命真好 才嫁到刘家一年多 就要成为壮元夫人了 我瞧这肚子呀 尖尖的 你准是个男孩 你可真有福气 谁说不是呢 这女人嫁人哪 还是得擦亮眼睛才是 夫人 将军夫人到了 姐姐好大的架子呀 现在才来 二小姐 这是我们将军府 为您和二姑爷 准备的贺礼 什么二小姐 二姑爷 将军府的下人 这么没规矩 文照当了状元 我就是状元夫人 你教所下人 如此称呼我们 是想与我们刘家 判关系吗 我此番前来 是衷心地祝贺你 得偿所愿 少讲好心了 江志云 我告诉你 你心里 一定嫉妒死我了吧 我的这位嫡姐呀 从小就惯是会装模作样 夫人夫人 春威放榜了 春威放榜了 你看保有功 春信 赏 是 各位 今天是我夫君的穷灵宴 凡事到场者 就洗钱拿 好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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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刘夫人 刘状元 定前途无量啊 刘夫人 是位贤妻 和刘状元 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啊 夫人 少爷翻 好了 我知道了 江志云 这洗钱 是赏你的 状元的洗钱 可不多见 等日后 文照入室 成了丞相 就不是你将军府 高攀得起的 夫人 夫人 榜上 别以为你嫁了将军府 这有什么厉害 文照说了 等他考上状元 就会向皇上请封 我为一品告命夫人 你别想比我强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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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他晕倒了 出什么事了 文照怎么会晕倒 回夫人 少爷他看完榜 直接晕倒了 刘兄难道是因为高中状元 乐极兄卑了 哎哟 我不是早就说过了吗 文照能成状元 怎么还高兴得晕倒了 纯信 你去请大夫 给他看看 是 这 夫人 大夫 我夫君他怎么样 这位公子是激活攻心 所以晕倒了 老朽以为他是真 应该马上就会清醒 太好了 春信 在 送送大夫 别忘了给赏钱 是 夫人 您这边请 哎呀 醒客 撞人醒了 醒了 撞人醒了 恭喜刘兄 贺喜刘兄 今日得偿所愿 恭喜刘状元 登科吉兵 恭喜刘兄 文照 恭喜你啊 你真的借自己的努力 考上了状元 我已经啊 派人给全城 所有的官员和富商们 都送去了喜堂和喜钱 还以你的名义 给刘明们 十周一个月 还有刘老先生那边 我也派人送去了喜钱呀 放心 现在全城 所有人都知道 我们有多么的光彩 让他们好好看看你如今有多风光 怎么偷血了啊 众人 怎么偷血了 这对众人怎么了 这 不知道啊 怎么偷血了呀 江湾书 你闭嘴 文照 你 你怎么了 我没考上 怎么可能啊 你刚刚说什么 我说 我说我没考上 没考上 这 没考上 都怪你 没考上 怎么就别要不吧 都怪你这个贱人 我这欺负我 是个头 若不是你得罪了刘老先生 我岂能落榜 若不是你每天晚上 在我面前呼呼大睡 打扰我读书 我岂会落榜 蠢货 我怎么会取了 你这个蠢货 现如今 你自作主张 举办穷梨宴 让全京城的人 来看我笑话 我这一辈子 都被你给毁了 我 我的人生全完了 会对啊 你站住 你站住 江志英 为什么 他为什么没有考上状元 他是你的夫君 你问我做什么 说 你说 为什么 为什么你嫁给刘文章 他就是状元 如今却落了报 为什么 为什么 到底是为什么 你问我是为什么 不如问问你自己 刘文章 温书的时候 你在干什么 他想求刘老先生下山指点的时候 你在做什么 你害他民生扫地的时候 又在做什么 我已经尽我所能了 读书是他们男人的事情 关我们女人什么事 人生靠的从来不是选择和运气 我们走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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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好了 将军在我们新干的火锅店里面 为了替夏小姐出逃 把坑人给打了 人都快被打死了 什么 什么 快被马车 我们走 江志英 我的人生已经毁了 你又能好到哪儿去 滚 这谁还看我笑话的 都给我滚 滚哪 滚 都给我滚 快走 滚哪 都滚 我的肚子 我这辈子 我的肚子 我的肚子 全外 这怎么办呀 刘非人下山流了好多血 不是要消产了吧 你叫大夫去 叫大夫 刘非人消产了 如果不是我来得及时 那人就被你打死了 你为了个女人不顾礼节 伤人性命 皇上该如何看你 两国交战在即 作为统帅 切莫再节外生枝 夫人 你不用担心 就算皇上他看我不顺眼 他也只能用我 都是那些刁民 敢戏乱我的女人 我没把他们打死 就算他们祖上冒青烟 夫人你 轻点 夫人 怎么生这么大的气 夫人 我的好夫人 你就别生气了 我这么做 都是为了你啊 你都不知道 他们说的多严重 我一时没忍住 为了我 是啊 那难不成还为了谁 他们在背后嚼舌根 说你 抛头露面做生意 还私底下 宴请那些男人 指不定 不说了 越说我越生气 夫人 我知道 你这么做 都是为了我 为了将军府 都是我没用 才叫你 如此奔波劳累 有没有可能 他们说的 是夏小姐 啊 他们说的是 夏艳兵 我作为将军府的 当家主母 自然不会做那些 落人口舌之事 火锅店的生意 都是王掌柜 他在打理 倒是夏小姐 经常请各路商骨 什么 一个未出阁的女子 天天宴请 其他男子同袭 她不要脸 我们将军府 其他女眷还要脸呢 夫君 刚刚以为 那女子是我之时 可没有这么大的反应 夫人 她怎么能与你 相提并论呢 你是我的夫人 是将军府的 当家主母 说话做事自有分子 她是什么身份啊 简直不可理喻 不行 我一定要去 警告她 夫人 我刚才还以为 将军是为了夏小姐 才和别人大打出手 没想到啊 是为了夫人 将军对你可真好 夏艳兵 此事非同小可 你一个未出阁的女子 怎么可以 整天和那些男子一起喝酒 成何体统 我不是早就说过了吗 男女平等 反正我心坦荡 根本就没有必要避嫌 把你那套惊世骇俗的言论 给我收一收 在将军府 在你院子 你要怎么样我随你 你到外面去 就得守规矩 不然 将军府 会受你的牵连 你 小姐息怒 我觉得将军这样说 是有他的道理 贱臂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 收下我了 你们这群贱臂 拿着我的小法赚钱 还想帮我击收局 不让我参与 我就自己想办 我就是跟几个男人 吃了几顿饭 我犯国法了吗 夫人 您是不知道 蓝香脸都被打中了 他明明什么错都没有犯 夫人 您什么时候将夏燕兵 这个祸害 赶出咱们将军府啊 有他在将军府 我们整个将军府 都鸡犬不宁 过几日就是受宴 受宴后再做打算 华儿 去把火锅店的账本 给我拿过来 夫人 天色异晚 你怎么还要看账本啊 小心把眼睛给熬坏了 无碍 去拿吧 是 夫人 夫人 只有这些了 不错 火锅这种吃法确实新鲜 赚了不少钱 真是太好了 你把这些银票 拿去给夏小姐吧 毕竟开火锅店是她的主意 赚了钱 也应该给她写 夏小姐就是动动嘴皮子 她也没帮上什么大忙 还差点坏了事 夫人 你就是心善 让她白捡一笔银子 好了 你明日再去一趟火锅店 把账面上所有的银子都换出来 我估摸着 将军过段时间 也应该要用手 是 夫人 哎 花儿 你把这些当掉了 拿去换些银子 另外我还会从我的嫁妆里找一些 留下一套当头面便是 夫人 这怎么能行 您是将军府的主母 怎能 让你去你就去 这些东西 和将军比起来不值一提 今生你若敢辜负指引 我一定打断你的腿 母亲 主桌上那位小姐是谁呀 以前怎么从未见过 我也不曾听说 不过这位小姐非负极贵 你看她头上的簪子 个个都是顶好 夫人 昨晚我给夏小姐送银票的时候 连门都没进去 就被她给轰出来了 慢慢说 夏小姐根本就看不上 您给的那些银票 她说 夫人您就是打发叫花子 她还说她想要赚钱 分分钟就能赚的 不稀罕您给的这些 她若不要 等寿宴结束 我一同拿给夫君便是 夏小姐甚至还口出狂言 她说 让夫人您自己留着 买点好的首饰 不要在老夫人的寿宴上 丢了谢家的颜面 无妨 不必与她计较 寿宴开始了 老夫人 今日是您五十岁的寿宴 燕斌在此为您作诗一曲 祝您福如东海 寿宾南山 说来听听 众德门兰武福全 长征出喜庆华宴 王环醉拍春山舞 金剑康强九九年 神爽朗古青坚 胡天日月旧姻缘 从今把定冲锋孝 且做人间长寿仙 好 说得真好 真是财女啊 这不要饱读诗书 才情斐然呢 这可是宋代诗人 李奈的名诗 谁敢说一句不好 老夫人 燕斌 还为你准备了一些其他的礼物 有了这些礼物 定能保谢家一辈子荣华富贵 你什么呀 你仔细说来 燕斌为您准备的 是一些吃食物品的制作秘方 有棉花糖 关东煮 琉璃肥皂的 您只需派人去按照这秘方上的流程去做 定能赚数不完的银子 这些东西我闻所未闻 棉花糖 棉花镜也可以拿来制糖 是啊 如此说来 京都盛行的火锅 也是这位姑娘的结算了 还有一方 比这些方法 更难能可贵 这还不算什么 我还能制出威力更大的 此物可用于战场 只需将其点燃 方圆数百里 皆可炸为灰烬 到时我朝 定能战无不胜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此物何名 此物名为火药 火药 方圆百里 生灵涂炭 是的 殿下 夏小姐今日做过实验了 参与寿宴的重兵客们都瞧见了 那小火药只要用火点燃 就会发出砰的爆炸声 地面瞬间就被炸出一个小坑 真有意思 快把他请进宫来 是 太子殿下饶命 饶命了 太子殿下 毛手老角头 老下去 处理干净 姑不喜欢血行为 太子殿下饶命了 太子殿下饶命了 老夫人 这些东西只是一部分 只要您发话 让绍安哥哥休了姜指营 娶我当正妻 我还有数不尽的荣华富贵给谢家 才不动人心 我就不信 谢家会为一个女人拒绝这么多 你赶紧死了这条心吧 我是不会同意的 你记住了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你是不知道这些东西的价值 有了他们 谢家足以富可敌国 我将军府 岂会为了财富 就做那丧尽天良之事 况且 只因是我谢家的主母 我谢家三生有幸娶了她 只是多少财博富贵都换不来的 居然为了一个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的身宅妇人 要将这些财富拱手弃职 有些财富 有命拿 没命想 只赢是我的妻子 并且这一生 我只会有她一个妻子 夫人 将军是不是向你表白呢 休要胡说 你 你们 我一直当你是义妹 没想到 你有如此的心思 既然如此 将军府 不方便容易 我会给你一笔银钱 我才不要什么银子 你们休想把我一脚剔开 长安哥哥 你的命是我救的 现在也是我将你挣钱 你凭什么这样对我 太子口谕 将军府一女 夏宴兵 才情斐然 通会过人 即刻进东宫 觐见太子 还请夏小姐 简单准备一下 即刻进宫吧 这个太子 是什么意思啊 还能是什么意思啊 太子殿下欣赏我的财情 想见一见我 此事没有那么简单 夏小姐此次进宫 恐怕是龙潭虎穴 不如 你找人把火药方子送进宫里 我再找人把你送到京城外的庄子上 躲一躲如何 江志盈 进宫见太子这么好的机会 你阻拦我 究竟什么局限 你以为人人都像你们将军府这么不识好歹吗 你们不要的东西 自有太子会掩石珠 咱们走着瞧吧 什么人啊 夫人明明是为她考虑 她竟如此地揣测夫人 也罢 人各有命 夫人 你听我解释 我发誓 之前我真的不知道夏宴兵有如此的想法 我经常去她那儿 也是因为她说 她那儿有新鲜东西 能赚银子 除此之外 真的没有别的想法 当真没有 当真没有 我这么一个大老族 怎么懂得女孩子的欢心呢 能得到夫人的青睐 都是我祖坟冒亲缘啊 出息 好 那我就勉为其难地相信你 谢谢夫人 夫君 是不是 快要开战了 是 下月初期 脱绝多次侵扰我朝边境 烧杀抢掠 无恶不作 老百姓家破人亡 流离失所 他们这种行为 就是在践踏我朝国威 所以这个仗 我必须要打 是 夫君将银票拿好 预计何时出发 三日后 好 今日老夫人寿宴 我也累了 我先回去歇息了 只要 小小姐 这些都是太子殿下傻呢 奴婢在东宫伺候多年 还是第一次见到 太子殿下带女子回来 如此多贵重的金银首饰 想必太子殿下 是想迎娶一位太子妃吧 哇塞 小说成不起我 像我这种穿越类的女主 果然最低都是太子妃 这不比当将军夫人来的有派人 你 你 赶紧去抬热水来 伺候本太子妃更衣 还有你 本太子妃饿了 赶紧去准备些吃水 是 老奴在此 恭喜夏小姐了 太子殿下 是要来凑封我了吗 对呀 太子殿下 亲封你为财人 财人 财人 财人岂不是连凑飞都算不上 夏财人 难不成还想做太子妃 可据老奴所知 夏财人无亲无故 家中既没有王侯 又没有将相 如此家世 做个财人 亦是殿下的恩责啊 我没有家世又如何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你 太子殿下 姑听说夏小姐会制作火药 没错 这火药一旦制成 威力惊人 即使这偌大的皇宫也不在话下 太子殿下 如若有了火药的帮助 那这世间 一切都没有任何问题 偌大的皇宫也不在话下 好 夏小姐 果真非同凡响 这样 你如若能制作出这火药 姑舅八台大教 许你为太子妃 我就知道太子妃之味 一定是我的囊中之物 谢少安 就后悔去吧 太子殿下 你就放心吧 验兵不会让你失望的 不过 你要是娶我 往后这东宫 就只能有我一个女人 好 都以你 既然这样 最近就在宫内住下了 有任何需求 向王德发提就行 任凭夏小姐吩咐 姑还有事 先走了 好一个王侯将相 硬有种 火药一旦制成 把她杀了 你去和将军府说 不要插手此事 是 公公如此急迫 有何要事 老奴此次前来 是带着太子爷的旨意 告诉谢夫人一声 府中的夏小姐 得到太子的青睐 日后就住在宫中 不回将军府了 夏小姐可入住东宫 东宫太小 放不下夏小姐 这尊大佛呀 你们这位夏小姐 这脾气可是怪得很啊 这殿下都肯 纳她为财人 可是她不肯啊 还扬言非太子非不作 你们将军府的人 果然都是一些傲骨啊 公公说笑了 既然夏小姐 得太子殿下青睐 那便是太子殿下的人了 谢夫人果然会心如烂 殿下要的 就是您这句话 这夏小姐 也该好好学学规矩了 咱们替殿下办事 那可马虎不得 哎呀 江军府不插手此事 就是帮了殿下了 那老奴告退 王公公慢走 夏严兵一定说了什么 大逆不道的话 冲撞了贵人 若不是太子殿下 看他还有些用处 怕是早已人头落地了 到时候我们将军府 也会受到牵连 那我们该怎么办才好呀 听王公公的意思 只要将军府不插手这件事情 就能安然无恙 太子殿下这是 想要断了夏小姐的后路 让他不能再依仗将军府 你说的没错 太子殿下 想要的是 能替他制出火药的人 这个人无论是谁都可以 但是要乖乖听话 任由太子殿下掌控 而夏严兵 明显不是这种人 吩咐下去 往后将军府没有这个人 嘴都紧点 是 夫人 对了 魂儿 将军的东西 都收拾好了吗 那已经在外候着了 夫人 夫人 您都已经好几天 躲着将军了 如今将军要走 您总要去送送吧 将军这一去 魂儿 将军出征的东西 可都备好了 便塞布比京城 好的东西都不方便买 都准备好了 对了 还有后衣服 那边为苦汗之地 要多带一些后衣服 还有草药 虽然军中有随行的大夫 但是还得自备一些草药 以免到时候 带了 夫人 衣物 草药 可酒放的吃食都带了 夫人 你已经说了好几遍了 哎呀 时候不早了 夫人你要是再不去 就赶不上将军了 我不去 夫人不来 我便自己来 我便自己来 夫人 你别哭啊 夫君 一定要去吗 绍安以身虚果 鞠躬金翠 我早该明白 上战场杀敌是绍安的命数 前世无论他娶谁 他的结局也会在战场 这一点 谁也改变不了 夫人 你一定要活着回来 夫人 你可记得 我们在新婚之夜 你答应过我的三件事情吗 还有一件 我还没提 你说 不管你说什么 我都答应 如果我没能活着回来 你就该叫我 夫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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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你 夫君 有你 说到底 还是绍安前了旨意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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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啊 环儿 夫人 我听说夏小姐 把火药给炙出来了 真的炙出来火药了 是的 那火药就放在马车上 太子殿下派了好多人护送 现在啊 他们要将火药 送去无人之地引爆 现在全京城的百姓都知道了 说夏小姐制的火药威力巨大 夏小姐骑在马上被人围观 走在整个队伍最前端 别提有多得意了 夫人 现在京城的人都在围观 你也去看看吧 我账本还没看完 我就不去了 夫人 您出去看看吧 自从将军走了之后 您这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 也该出去透透气了 您去吗 夫人 夫人 真是拿你没办法 走吧 夫人 夏小姐过来了 小纸阳 跑什么呀 夏小姐找我有何事啊 我呢 最近想开一家女子学堂 听说 你是柳先生唯一的女弟子 所以想聘请你当女先生 我不合适 你合适 你听我说啊 这件事 是一件足以让你千古留名的好事 只要你当了女先生 你就是这个时代男女平成的女英雄了 谢谢夏小姐的好意 但是 还有啊 我在谢家就发现了 你做生意十分谨慎 我呢 想开一家自主餐厅 奶茶店 哦 还有玩具店 哎 到时候 我给你张成啊 这一切都由你来负责 我们家夫人又不是你的丫鬟 凭什么帮你做事啊 不是帮我 是帮全天下的女子 还有啊 你放心 我有太子殿下招着 一切你就大胆去做吧 到时候赚了钱 分娘 夏小姐主意甚好 但是要看这火药能不能成 成了才能得到太子殿下的鼎力相助啊 我药肯定没问题啊 大家往后退啊 准备点火了 三 二 一 这炸了吗 炸了 炸了 这声好像不太对啊 这声 最多炸死一只蚂蚁 我去 怎么会这个样子 夏小姐研制火药搞这么大的阵仗 结果是个哑炮 这下太子丢人丢得满城皆知 夏小姐死定 太子 这次没有成功 是因为配方出了问题 你再给我点时间 保证没问题 意思就是 现在制成火药 只是时间问题 对吗 没错 方子我都给你了 原材料就这些 你叫我多试几次 一定能成功的 也就是说 现在制成火药 任何人都能干这件事 对吗 来人 太子 这是什么意思 你想干什么 干什么 杀了你干什么 杀我 就因为火药配方问题 你就杀了我 真是草菅人命 我什么都没有做错 你凭什么杀我 你放开我 杀了你 死的只是个宫女 你以为你是太子妃呢 殿下 殿下 求求你饶了我 我这里还有其他方子 只要你不杀我 这些方子都是您的 还不动手啊 王侯将相宁有种 我看也是 服务员 夏小姐 就这么死了 在我这里人人平凡 我想办个女子学堂 不是帮我 是帮全天下的女子 你怎能如此草菅人命 环儿 府中可还有夏小姐的衣物 夫人是行 我们拿不回她的尸首 我想为她立一个衣冠中 夏小姐走的时候 什么都没带 奴婢去找蓝香药 夏小姐 虽然你的为人 我不是很喜欢 但是你说的很多话 在我看来也不无道理 你很特别 但是希望你不要 再来这个世界了 夫人心善 之前夏小姐如此对您 您还要来送她这最后一程 环儿 你说 将军与夏小姐 在皇室眼里 孰亲孰众 那当然是大将军啊 大将军为我朝戎马一生 战功赫赫 陛下器重 太子拉拢可见一斑 可她前世 怎么会落得那样的下场 朝廷明明有银子 可是前世的朝廷 她为何要可口军效 说到底 除了皇室 所有人 都身为命捷 夫人 您在说什么 什么前世 没什么 环儿 再过几个月 仗就要打完了吧 夫人 是快打完了 郭冬的后衣物 可以送到前线 夫人 您放心 送到了 冻伤药和粮草呢 都送到了 先生 能做的 我都替你做了 剩下的 只能靠你自己了 江宛如 你嘴里成天念叨那个夏艳兵 她死了 我就知道江之音一定会动手 她果然杀了夏艳兵 走了和我当年一样的路 她就等着被谢老太婆换一辈子吧 夏艳兵是半年前被太子所杀 跟你姐姐有什么关系 现如今呢 她被奉为一品告命夫人 谢少安 凯旋跪来 第一时间就为她请封了 你说什么 一定是你骗我 夏艳兵怎么会被太子刺死 谢少安为什么没有战死 江之音 她怎么会成为一品告命夫人 你骗我 你骗我 你问我为什么 要不你去问问你敌姐 如今 她贵为一品告命夫人 谢少安 凯旋跪来 被封为镇国大将军 就连刘老先生 也被陛下赐了宅子 重新抢回宫中 虽然只是个闲职 但也算得上是皇室红人 你瞧瞧他们 再看看我们 这不是真的 这不是真的 一定是你 一定是你杜传的 都是假的 假的 若不是你的愚蠢之机 得罪你的嫡姐 照如今将军府这般权势 我作为镇国大将军的廉金 会有多少人想攀附于我 我哪里还需要 这般的苟延残喘 都是你骗我 你骗我 明明我们已经交换了人生 为什么 为什么他还是过得比我好 为什么 来人 关锦柴房 原有我允许 永远不许出来 夫人 我听说二小姐疯了 不知何时跳了湖 死了 张姐 你又在偷看爹的书啊 这有什么好看的呀 我娘说女子读书没用 书读多了 下午出去 走过去 走过去 张姐 我带你去抓资料 看书可去抓资料有意思 你要不要和我一起看 我有没有说过 让你少跟他说话 女子读书有什么用啊 又不能像男子那般考工女 你就给我好好地学女工 知道没有 走吧 他走到今天这一步 也不能全怪他 您是不知道 刘家做得有多过分 他们甚至没有给二小姐打一口棺材 用一个破草鞋子 草草了事 再怎么说 二小姐也是他的亲 他们留家未免做得也太绝了 婉儿 你从我匣子里拿些银票 去跟二小姐打口棺材 让他也走得体面些 云起事 奴婢遵命 小姐 您就放心把这件事情 交给奴婢好了 一头死无你 风雪来有你 鲜花开无你 没事 你平安回来就好 你平安回来就好 没有了 自从你回来 我便不再梦眼了 夫君 你的伤也好得差不多了 今日 随我去给夏小姐上住香宝 你挪回来 也多亏了她留下的火药房子 祝你一辟之年 所有尘缝的回忆 当月生起 一如潮心 入梦入心 你 小小姐 我忽然有些明白你说的话 在这个世界上 女子确实难了些 从小我喜欢读书 我羡慕堂哥 和弟弟 他们能够往来于学堂之间 而我只敢偷偷摸摸地读书 若不是刘老先生的教会 恐怕我这辈子 都不敢光明正大地 打开一本书 从小 我母亲走得早 我处处小心谨慎 我不敢多说一句话 不敢多踏一步路 听见冤情捂住耳朵 看见不宫绕道而行 我 没有勇气像你一样去看 不会你眼中失去 颜色的风景 陪你看尽 芳华如雪 花落同意 但或许 可以试试 那就从 开把女子学堂开始吧 你 什么 你们 嗯 你们 你们